大家好 今天与各位分享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刊登的一篇关于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方面的话题 此类经济和科技新闻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看吧 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 世界上一半的机器人被安装在中国 德国机械制造协会预计 今年德国机器人和自动化行业的销售额将创下新高 然而中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该国主导世界市场 德国本土机器人和自动化行业 已经成功度过了新冠危机和芯片短缺 今年机械制造协会预计销售额将增长13% 达到162亿欧元 将创历史新高 德国机械制造协会周五在Automatica自动化展览会 宣布这条消息 该展会将于6月27日在莫尼海举行 该协会预计 今年将超过2018年151亿欧元的历史最高记录 目前市场情况的特点是订单饱满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供应商积压了大量订单 现在随着供应链瓶颈的缓解 这些订单正在逐步解决 德国机械制造协会机器人部门主任弗兰克康拉德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新冠危机期间销售额下降不是因为订单减少 而主要是因为芯片短缺 所以无法交付机器人 德国被中国超越 世界机器人联合会IFR的初步数据显示 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在全球也继续增长 根据这些数据 去年安装了约50万台机器人 大约是2015年的两倍 数据表明中国在机器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 机器人密度这一关键数字 表明一个国家每一万名员工安装了多少机器人 根据这一指标中国已经在2021年超过美国达到322台 当时美国只有274台 机器人市场一览 机器人市场一览 德国机器人和自动化行业在全球的营业额 以10亿欧元计 这是德国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产业营业额 我们可以看到从2015年开始 每年都超过120亿欧元 可是在2020年有个转折 因为新冠危机 但是从2021年开始又慢慢上升了 而今年据预估会达到162亿欧元 它的涨幅非常大 行业协会预计 德国也将最早在今年被中国超越 而不是预估的在2025年 2021年 德国的机器人安装量达到397台 德国机械制造协会机器人领域的总经理 帕特里克斯瓦刺科普夫说 千万不可小瞧中国 这位行业专家进一步说 大约每两台机器人就有一台安装在中国 他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十分巨大 德国机械制造协会主席康拉德也说 中国有需求 并且正在大规模的扩大机器人的规模 他还说中国有五年计划从政策层面正在推动这个行业 中国也必须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 因此正在推动其机器人的扩张 在技术上 德国并不落后 但它是要扩大规模 全世界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 以每千台计 2015年有25万机器人被安装 2016年甚至超过30万 2017年40万 2018年42万 2019年有点下降 2020年因为新冠危机也差不多 然后2021年突然超过了52万 而今年据预估可能会超过53万 其中有一半的机器人被安装在中国 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 德国需要扩大规模 康拉德说考虑到新的挑战 在全球竞争中不能松懈 他说鉴于德国的老龄化社会和技术工人的短缺 自动化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康拉德说机器人作为就业杀手 我们都必须努力摒弃这种观念 他警告说 如果没有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在工业和中小企业中的广泛渗透 我们将无法保持德国的繁荣 因此基础技术也必须在德国迅速扩大规模 同时行业代表对将持续到6月30日的automatica自动化展会充满信心 超过640家参展商已经报名参加 包括ABB 川奇 库卡和史涛比尔等相关行业巨头 谷歌子公司intrinsic也将首次参展 好 刚才我们看了全部报道 接着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 第一个 仅仅安装机器人的数量 肯定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 美国在这指标上被中国甩在了后面 但它生产的技术先进的产品 软件和硬件在全世界都有需求 而且主要是由亚洲的机器人组装的 另一方面 中国将德国甩在身后的事实已经表明 德国过去开发了面向未来的技术 如太阳能电池等再生能源技术 但却将生产和销售 也就是获利有给了中国 此外 与中国和美国相比 德国在许多领域的技术都很落后 像汽车行业这样的行业在未来10年 可能会健康的收缩 只销售更昂贵的高档汽车 那里的利润率更大 但单位数量更少 将会减少工作机会 下一位 除了多余的服务业和虚无的股票利润 美国几乎什么都不生产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中国 出了食物 而今天从中国转移过来的产能都去了墨西哥 美国是我们的榜样 一个被剥夺了繁荣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靠信贷炫耀比真正的工作更受欢迎 只要看看有多少人在德国的产业部门做学徒就知道了 第一代移民仍然做真正的工作 手工业 工厂等 但随后很快就被同化了 从第二代开始只做保险推销员或类似的工作 什么都不用做 但穿着西装摆架式 他们做的也是当地人已经做的事情 或者靠社会救济生活 在美国几乎没有后者 但有一个庞大的吸毒人群 没有人有动力去工作 下一位 下一个新兴大国是印度 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12亿中国人加14亿印度人 加上日本韩国台湾等等 亚洲是举足轻重的地方 当欧洲向下沉沦时 亚洲在起飞 下一位又是这位读者 他对报道中的这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 中国在主导世界市场 他发表的评论是这样的 谁会感到惊讶呢 中国有12亿人口和巨大的资源 当我们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 中国人已经开始用筷子吃饭了 下一位 德国市场太小了 无法形成规模 他没有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器人 生产所需要的数量 西门子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他们扩大在中国的自动化技术工厂 并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新的工厂 从那里供应日益增长的亚太市场 这将带来规模经济 但愿德国的机械制造业 不会让价值导向的德国外交政策 毁掉在国外的业务 下一位 不幸的是 我对这个话题有内幕了解 中国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是成为机器人的世界市场领导者 10万从业人员 此外 这些公司投资时 中国国家支付所有费用中的一半 我想这应该一目了然了吧 库卡公司只是一个例子 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其他大型机器人制造商身上 下一位 库卡并不是我们送给中国的唯一关键技术公司 他们政府的计划是买下国外的技术 在国内吃下来 从而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不要温和的笑 要认真对待中国政府说的话 因为他们言出必行 与我们不同 下一位 库卡是被出售而不是送人 下一位 知识是无价之宝 当然它被卖掉了 但也包括所有的专利和开发人员 他们将逐渐被榨干 直到不再需要他们 而且中国的工程师们知道如何自己做 然后德国的库卡也将消失 至少还有其他欧洲机器人制造商 如前所述 瑞士的ABB Streibli 日本的川崎和Fanuk 而在所谓的协作机器人方面 也有新兴的德国公司 Franca Emiga Nexaro 而博士现在也在开发机器人 因此并不是说中国人将在未来主宰我们 但出售库卡是否有远见 我表示怀疑 下一位 怎么能允许中国人收购机器人库卡公司呢 是阿尔特迈尔的完全失败 人们保留最宝贵的东西 德国知事补充 阿尔特迈尔是当时的德国经济部长 下一位 还是这位网友 他说 至少库卡不是唯一的德国机器人制造商 而在出售时 其他公司都不想接受 该公司陷入了困境 要么是国家介入 结果是不确定 要么是中国人介入 有发展战略 因此中国人进行了收购 当然只要对他们有利 他们才会遵守公司发展战略的承诺 然后关闭德国的公司 因为他们自己掌握了技术 而且也在中国进行生产 顺其自然 而且市场上有足够多的其他制造商 库卡并不是最好的机器人公司 被中国人收购了 虽然让人恼火 但并不等于德国的衰落 德国的衰落有其他原因 下一位 这么说吧 如果不涉及道德主义 德国现在在所有方面都被超越了 不仅是被中国 幸运的是 德国有一位经济部长 他写过不知名的儿童书籍 德国知事点评 其实这位网友是在讽刺 那位德国经济部长 好了 朋友们 读者评论就那么多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虽然有读者留言功能 但总体来说 读者留言都不怎么多 本人不是专业人士 从报道及读者评论来看 貌似中国的机器人技术 及市场都不算弱 但估计涉及到机器人技术 可能还跟德国及日本 有一定的差距吧 不知是否正确 请你们业内人士 在此参与讨论及指教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